昨天,媒体拍到西孟瑶产后出院的画面,西孟瑶穿得非常保暖,戴口罩从医院走出步伐轻盈,腹部微秃还没有完全恢复,上车前礼貌地跟医护人员挥手告别。 买吧,何柔君跟在妻子身后,他的表情平静,估计这几天脸都笑僵了吧。 何柔君小心翼翼地护着女儿,一只手还护着女儿的后脑勺,相当温柔,四太近期受访不再催生,校园第一时间到上海看望孙女。 港澳作为何家的大本营,他们手握最好的医疗资源,有完善的生产和产后服务,不用孕妇和害她的操心。 西孟瑶这一胎在上海生产,一切都要重新适应,好在上海的医疗资源不输香港,相信西孟瑶很快就会恢复,带着女儿跟大众见面。 据媒体透露,西孟瑶这次生产跟坐月子费用在30万左右,相比第一胎总花费60多万港元,直接帮女儿省了几年的生活费。 杜王去世之后留下一笔百亿的家族信托基金,每人每月可领六位数的生活费,所以和尤军女儿真的是千金,这一辈子都不用为钱发愁。